今天带大家打开一下佛伦萨非常著名的教堂之一 新圣母玛利亚教堂 如果你来过佛伦萨的话 你会知道就是佛伦萨的火车站就是用这个教堂的名字命名的 你来到这个教堂之后 你看到它的外观你就会被它吸引 因为这个外观呢就代表了就是佛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建筑的这个风格 然后你进到里面来之后呢 里面的这个建筑元素采用的是戈特式的 而且呢就是因为这个教堂采用了戈特式的建筑元素 然后之后呢欧洲的很多这种教堂在同一时期就都采用了这种戈特式的建筑风格 当然也包括一些就是宗教建筑就是也用了这种风格 这个教堂就是说实话没有就是佛伦萨15百花大教堂那么大 但是就是视觉上看起来是非常大的 它分三个中殿 然后六个大跨度的祭坛 然后就给人一种就是视觉上一种非常大的这种跨度 所以就感觉哇这个教堂就是非常的大 然后非常的雄伟 然后咱们来到欧洲要看教堂的话 看什么呢 就第一是你外观你要好好的去看 就是你在这个教堂的这个外面 要好好看它的这个大理石啊以及雕塑 因为在佛村这边就是很多古老的教堂 就是不管是从它的这个外立面啊 还是从它这个门 你都能看到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浮雕 雕塑或者大理石的这个图案 都非常的精巧 当然佛村萨就是也花了很大的力去修复他们 所以现在就是看着还就是非常的新 非常的精美 也没有什么缺损之类的 然后进到教堂里来呢 你首先看它的这个建筑风格啊 看这个拱廊啊还有立柱啊这些 你大概能判断出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再就是你要看教堂里的这个油画 壁画以及这个浮雕啊雕塑啊 还有这些就是宗教用的这些器皿 那这些东西呢就是由于宗教呢 是在欧洲非常重要嘛 能摆到教堂里的东西肯定是没有丑东西的 而且呢是能够代表那个时期的 艺术作品的一个巅峰 所以这些都是大家要重点去看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教堂就是除了有这个教堂本身之外 还有修道院呢 食堂啊 就是还有一个叫做逝者长廊的一个地方 那逝者长廊就是顾名思义就是 有一些就是非常有名的这种人会会葬在这里 那这个整个新圣蒙玛利亚教堂 它是非常值得来参观一下的 因为它离这个佛村的这个火车站非常近嘛 你其实可以把它作为来佛村旅游的第一站 你差不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游览完毕 然后呢 这个教堂如果你在夏天来的时候 也不用太担心你的这个衣着的问题 因为有些教堂我以前去过那个罗马 不是罗马 因为梵蒂刚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 它是要求你必须要穿就是过西的裤子 然后也不能穿吊带 但是这个教堂就比较宽松一点 但是是需要买票的啊 7.5欧还是7欧我有点忘了 反正现在汇率也低了 就是出来的旅游更实惠了 所以还是非常的推荐 这个由于它是佛村比较重要的教堂之一 大家有时间的话还是应该来打一个卡 那最后呢 我们再听一下教堂的这个钟声吧 希望大家尽早也能来佛村 来看一看 来绿绿诱 我是在意大利留学跟生活的带领 我在佛罗伦萨等你哦 我最后呢 我最后期应该去看 你要出张这种区别的人 我最后期应该去看 以前啊 我看一个佛需宽痛